要我没有死 我会站在这个擂台上 愤怒的中国选手 既然无视规则 一脚将泰国选手 踹飞住擂台 究竟是谁 有如此大的胆量 他就是有着酷刑者之称的 顾辉 他在中国搏击界 以挑战强者而闻名 曾死拼过泰拳王拨球 欺占过江通财 对垒过阿尔伯特克劳斯等 全坛名将 他四处征战 闯下赫赫声明 对敌人和自己一样羞狠 他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每股开裂 一生建议紧急缝合 但顾辉听说 缝合后便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便思绪杀布 重返了一台 亲吻国旗 继续战斗 但顾辉这一次之所以如此愤怒 正是因为对手 狗眼看人低 瞧不起人 由于近两年 我国搏击界的高速发展 出场费越来越高 起来参赛的外国选手 也变得多了起来 其中泰国选手 尤为之多 他们在中国输得赢少 赚的是盘满钵满 却拿起板来 竟然还敢骂娘 其实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打比赛 因为中国人很好打 钱也很好赚 中国的姑娘也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 非常适合中国人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不经打了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 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 好 主持人正在出场的选手 正是来对泰国的嚣张狂徒 拿起碗还敢骂娘的 森泰吉菲尔泰斯 那别人都是放下碗骂娘 结果他是拿起碗还敢骂娘 你看看有多么的狂啊 我是觉得可能近两年 这帮泰国选手吃得太饱了 已经忘了饿是什么滋味了 好 看一下双方的赛前数据面板 22岁对人27岁 对方的战绩是130战 115胜 我的天哪 他才22岁 竟然就有着百胜的战绩了 好 注意看比赛开始 红方选手白色拳套 酷刑者顾辉 蓝方选手黑色拳套 便是森泰吉菲尔泰斯 虽然说对手有着百胜的战绩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下不到顾辉 因为顾辉连拨球都打过 所以说顾辉应该是不会惧怕对手 这个双方实力都非常强劲 我确实看到森派奇这个一出动作也是不凡的 是的 但是顾辉近两年的比赛 他抓机会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而且越来越聪明的 对 也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年纪 挥的动作属于轻快灵活性 对 但我们反观森派奇啊 每一圈啊 每一腿都有点这个杨帆克莱这个风范啊 每一圈每一腿这个打这个效果相当的出色 对 哇 漂亮 连续的组合拳 五回好的 漂亮 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 森派奇想做到晋升这种 禅宝缓解一下 观众朋友们 比赛才刚开始 我们的顾辉啊 就频频把这个森派奇逼上局路 纵使对方有着百胜战绩 他失诚亚桑克莱 但是我们的顾辉呢 完全不在乎 今天的状态的确不错 我觉得主要还是对方赛前的言论 惹恼了顾辉 对方把我们中国人当成了傻子 把我们中国立台当成了赚钱工具 赚着我们的钱 还骂着我们的人 所以说顾辉呢 打得狠一点 我自己是应该的 哦 漂亮 这个低槽腿很有劲啊 踢对方的这个小腿筋骨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 会有机会 今天啊顾辉也是 因为扣于对手这个类型啊 看顾辉打得也非常强硬啊 强势进去 但是顾辉进呢 也不会茫然的进去 对 在对手一个单个动作 失利之后 我们看顾辉抓得很紧 马上只要一进去 一有机会进去 就不给对手这个 喘息的机会 对 但是这时候 顾辉只要注意这种 顾辉只要一压进来 他去做老抱的这个动作 要注意啊 如果多了过多的话 会不会查看进行这个 警告 准备了 很亮了 转圈的变圈 观众朋友们 顾辉刚刚这一拳啊 险些抽断了对手的脖子 哎呦呦呦 我看已经站不住了 那刚刚顾辉的话 是一个转身兵拳 招式小 速度快 隐蔽性的也是极强 顾辉直接冲了过来 直接 哇 我们看把对手 踹飞住了一台 这个是多少 有一点点违反规则 当然 也是像这一颗 让这个泰国选手 彻底懵了 没见过这么大拳的 顾辉啊 还真是头一个 好 第一回合 比赛结束 再看一下 哇 整整的打在下巴上啊 顾辉是一个横向移动的 一个转身的感觉 顾辉在做这个东西 已经有所准备了 对 已经在做准备了 好 观众朋友们 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 看一下顾辉的精彩表现 顾辉的话 依旧是进攻意图很明显 哦 又是转身边拳 还想用这一招 哦 要小心 哇 两枚选手的战果 非常的激烈 动不动就要打飞住了一台 还真是头一次见 顾辉 点拳带腿 把森派奇压到了龙顶 哦 连续的 哎呦 连续的进攻 哇 多次命中 真是不想给对手啊 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顾辉的连续 占优 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森派奇还是可以做出这种 呃 重击的有威胁的这个反击啊 对 开阁选手的风格就是这样 他反正遭受到多大的重击 最起码他在站着的时候 是不许自己提前任何的闪失 是的 呃 你看啊 双方啊 都可以给对手 打出这种威胁的动作和重击 但是顾辉表现的就很有灵性 对 呃 森派奇呢 打的就有点中规中矩了 顾辉的所有的动力 也包括攻击的角度落点 相处的一些 呃 有针对性 哎 比赛进行到这里 我觉得对手想要活着走出了一台呀 反正朋友们可能是有难度了 这个森派奇为顾辉频频逼上绝路 频频的进行摟爆 这说明对方已经挺不了了 好 但是顾辉我们看 越打越来劲 哎呦 不知道的 我还以为这场比赛是终日对抗赛呢 哈哈 这顾辉打的太猛了 看起来 在连续遭受顾辉几轮的这种 呃 连续攻打之后啊 我觉得这时候顾辉不要再给他去调整的时间了 对 呃 刚刚我觉得身边有一点找不到节奏 呃 滑倒 呃 呃 顾辉咱们也已经同时做了一个假动作 顾辉现在很有经验慢慢把节奏放缓一点 因为前面几组连续的这种竞争队 肯定消耗也是很大的 而且顾辉对于整场 漂亮 站了很明显的温室啊 对 很快啊 刚刚说顾辉可节奏放缓 就很快的 一个潜伏值啊 这场比赛现场裁判也是忙得不行 因为双方呢频频打到内围 呃 顾辉非常非常的这个聪明啊 对 稍微 裁判稍微往回退啊 就 深派奇还没有 是没有调整过来 马上这个拳马进攻又 又上去了 对 好第二回个比赛结束 哎呦 我们看对手还高举双臂 挨揍还揍出优越感来了 看来也只有泰国人 这么不要脸 好 照这个形势下去 我觉得这个森派奇啊 今天难逃被KO的命运了 因为顾辉今天的气势太猛了 不KO 说不过去 好 双方比赛第三个回合 大家伙不要认错了 红方选手白色拳套便是顾辉 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泰国选手 森派奇 贝尔泰斯 最后一个回合了 不知道两名选手的体能 是否能够经受得住考验 因为前两个回合 顾辉打得实在是太猛了 哦 很重的后手啊 其实这个杀伤也很强啊 双方都有可能给对手造成重击 对 但是还好顾辉开始一棒下 收得非常的紧 刚刚那一球是打到眼眶分 脑门的位置 脑门的位置 对 这个时候啊 去调整的时候也不要太过意放松啊 对 哇 漂亮 又是一个后手 这一季后手很准啊 从对头部的防守上来说啊 顾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密一些 好 双方的比赛 还有最后一分半的时间 那么顾辉 前两个回合都是大优势啊 所以第三个回合呢 无论怎么打都会赢 但是以顾辉的性格 哎呦 但是以顾辉的性格 我们看 他就是想Q对手啊 他就是不想让这个泰国选手呢 这个顺利啊 或者说颤着走出了一台 平衡能力 呃 生派系还是这种伴中的就是 然后对手到了这种 呃 进身的时候 有习惯性地去做孤敬进身 他是种条件反射 再加上对手很可能会觉得照着压力 顾飞很聪明 现在不是想做这种搂抱吗 然后我就主动先贴进来 而且我看后 顾飞每一次后者都是直接出的 对 最后的几秒钟 好 观众朋友们 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 打战了整整是三个回合 虽然说没有产生Q 但是看到裁判给到一张黄牌 因为这个森泰奇的搂抱太多了 他避战 他怯战 他怯懦 这张黄牌给的没毛病 好 最终的判罚结果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 作为裁判 这个比分也肯定会给到郭辉了 因为我们并不是偏难 优势的确很大 好 再次恭喜顾飞 获得比赛胜利 养我国威 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 您的收看和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